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黑衣侦探 今晚6点,一斗97人的池子不就开放了吗? 赵丽本期还是玄学抽卡视频,希望能帮到大家 首先,先说斗子哥的抽卡圣地,排名第一的,肯定是道七,雷神,牵手白眼像的头顶 这可是老黑亲自实验过的 上次在这抽,开局就给了四个五郎,最后的宝底十连,两五郎加九条加一斗 说真的,玩原神那么久,这应该是老黑少有的抽卡高光时刻了 脸终于白了一次,所以说,这儿的出货率还是很不错的 强烈推荐大家来这里玄学一搏 第二个地点,自然是本期的应有小活动 荒龙豪谷大祭典的现场了 不得不说斗子哥在到期的人员,真的是好的出奇 这么个不上台面的小活动 竟引得各方大佬前来祝贺 有五郎,西娜小姐的立会牌,凌人大哥的七圣召唤 卡牌限定礼盒 荒马的王者鬼斗虫木箱 八重神子的油豆腐拉面唱吃卡 以及老冤家九条沙罗的傲娇流言 但不幸的是因为乱发小广告 斗子哥这位老大最终还是被抓进去了 所以最终的玄学抽卡位置应该是天岭奉行的牢房门口 这点,老米在阿仁的角色PE里又暗示 正好一箭双雕 九七人一斗出货率同时提升起步美哉 第三个地点为九七人的玄学抽卡位 众所周知,阿仁是盗妻巫女阿姓的妹妹 本来吧,她家里的意思是继承家族传统 这可是编制内的铁饭碗啊 她不香吗? 所以名神大社的神鹰树下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正好邀约任务中还有一日巫女的剧情 所以说在这抽准没错 那最后再多说一句啊 今天可是烟火女王 小宫的生日哦 不愧是阳光浪漫的大姐姐 连派蒙的那份糖果都记得留下 如果原始允许 老黑还真想下个版本抽一个来收藏 这性格绝对是拿来当老婆的手写 那好的,老黑也是祝愿大家 一发单抽出一斗 十连满命加二人 那咱们有缘下期再见 拜拜